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就说他公司要上市啦 就差你那几万块 或者说哇你就要发达啦 就要顿一些货 甚至乎用这个区块链的这个名义 叫你投资这个投资那个 真的在新的一年里面 你要特别谨慎的去斟酌这方面的事情啦 今年啊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 就是除了破胎税以外呢 你有税盒 当然这个税盒也减低你这个破胎税所带来的这个伤害 那税盒它也有代表合作 会合的这个意思啦 那这个生肖属猪的 跟这个属虎的 它就是六合嘛 所以也代表说 太税来合你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啊 这也代表说 合作的关系 人际网络 合股 合心 合力等等啊 将会是今年可能发生的事情啦 那你今年的目标和计划 最好能够通过合作的关系 来达到你的这个目标 得到他人的帮助 来完成你的这个目标 如果你过去啊 都是习惯单打独斗的话呢 今年应该放下身份 有机会就跟人家合作 这样一来呢 能够得到他人的资源 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但是很多时候你要注意哦 合作跟合股是有很大的分别的哦 合股往往就要看八字啦 那因为有的人合股啊 总是会不欢而散 但是合作一般上来说呢 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啦 那一般上我们所说的太税也代表说 在你资上的人 能力比你强的人 职位比你高的人 智慧比你高的人 或者是财富比你多的人啊 当你有机会跟这些贵人合作的时候 记得要好好把握机会 重点是 心态一定要正确 不要一直希望从人家身上得到好处 而是自己先要懂得付出 才能够建立一个完美的合作关系 那今年 你有一颗大吉星 叫做陆勋 那在这个陆勋星的加持之下 你的事业自然而然能够平步清云 步步高升 那心态一对 什么都会对啦 那第三颗吉星 就叫做福星 那我们常常会祝贺他人福星高照 那可见的这个福星 是多么好的一颗星啦 那今年啊 你将会是福气满满啦 好 那话又说回来 到底什么叫做福气呢 有人认为福气就是有钱 有人认为子孙满堂就是福气 也有人认为健康就是福气 那到底什么是福气呢 我认为啊 只要我们内心有一颗富足的心 有一颗感恩的心 诶 珍惜自己所拥有的 感恩自己所拥有的 那你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啦 当你今年遇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 要记得用福星的能量转变思维 想想自己生命中幸运的好事 多与他人分享快乐 要珍惜自己所拥有的 甚至要学会如何去享受生活 久而久之 一辈子都能够成为一个有福气的人 凶心方面有代表口舌是非的卷舌啦 所以今年啊 切记是非可听 但是不可以传 同时也尽量少去八卦他人的私事 善用睡盒以及陆勋这两颗集星的正能量 专注在你的事业上 必定能够有满满的收获 给属猪的朋友的十六字真言就是 五福临门 珠光宝气 精益求精 平步青云